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水果和蔬菜 首先水果英文就叫Fruit Supermarket里面有很多的Fruit 我最喜欢吃的Fruit就是西瓜 西瓜英文就叫Watermelon 注意开头有一个Water Water就是水的意思 然后Melon就是瓜 那就是水瓜的意思 OK那Watermelon的水分是特别足的 我们有哪一些水果没有那么多水分呢 那当然就是香蕉 香蕉英文叫Banana 香蕉也经常会跟草莓搭配 草莓英文叫Strawberry Strawberry Strawberry这里berry就是代表莓 所以莓类的水果我们都叫berry 那苹果怎么说呢 苹果英文叫Apple Apple 想到苹果也会想到梨 梨我们就叫pear Apples和pears都是比较大的水果 有没有小一点的呢 小一点的水果应该就是葡萄 葡萄英文就叫grape 最后呢我们来学一个柠檬 柠檬英文就叫lemon lemon OK那fruits我们聊完了 接下来我们聊一些蔬菜 蔬菜英文叫vegetable vegetable vegetables有很多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土豆是怎么说的 土豆是potato potato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特别爱吃potato 那兔子呢 兔子爱吃什么样的vegetable 他们爱吃胡萝卜 胡萝卜英文就叫carrot carrot rabbits eat carrots OK那下一个蔬菜呢有点恐怖 每一次你切进去它的时候呢都会让你哭 你会cry 这个蔬菜就是洋葱 洋葱英文叫onion onions make me cry OK下一个蔬菜经常在沙拉里面会见到 这个蔬菜呢叫卷心菜 卷心菜英文就叫cabbage cabbage OK and next我们也要考虑到豆子 所有的豆类的东西 红豆啊黑豆啊等等 英文都可以叫beam beam and finally我们还有西红柿 西红柿呢就叫tomato tomato 英式的发音就会发tomato tomato 这两种发音方式都对 那你说tomato 你说tomato都可以都无所谓 可是你需要知道的是tomatoes不属于蔬菜 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水果 所以我们可以说除了西红柿以外 这些剩下的都是蔬菜 对不对 那除了什么什么东西之外 英文就叫except except 那我们就可以说 these are vegetables except tomatoes 这些都是蔬菜 除了西红柿之外 ok 那我们今天该学的单词都学完了 大家记得复习的时候尽量用多个单词造句 比如 i eat watermelon in the summer 我夏天爱吃西瓜 tomatoes are a kind of fruit 西红柿是一种水果 ok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hi guys 今天我们要继续聊school的话题 那学校里面我们经常会学一些什么东西呢 各种科目都有 对不对 那首先 科目这个词就叫subject subject 很多种subject 很多我们就可以说many many 之前我们学过了much much是针对不可数的名词 那科目我们是可数的 所以我们得用many 那我们也顺便学另一个词 是代表学习 学习我们可以叫study study learn就是学 然后study就是学习 we study many subjects in school 我们上学会学习很多不同的科目 那我们上学的时候会study哪一些subjects呢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subject就是数学 数学我们叫math math 我们也得学过去发生的东西 这样才能造出一个好的未来 那过去发生的东西就叫历史 历史英文叫history history 大家注意history里面有一个story这个词 之前我们学过了story 就是故事的意思 对不对 那历史就是在讲以前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history里面的拼写有故事 story 可是我们光了解故事也不够啊 我们也需要知道它们是在哪发生的 所以我们得学另一个subject 叫地理 地理学英文就叫geography geography 历史和地理学都是要求大家记得很多东西 是大量的知识 可是我们也需要给同学培养创造力 那这个要怎么学呢 我们可以上艺术课 艺术就叫art art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subject 这个就是科学 科学我们就叫science science 我们上这种课呢 经常会要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 那实验室我们就叫lab lab 然后做实验呢 我们就叫experiment experiment 这个词可以作为名词 也可以作为动词 OK 然后science 其实分很多种不同的类型 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science 就是化学 那化学英文就叫chemistry chemistry 好的 那我们今天该学的单词都学完了 大家记得复习的时候 尽量多个词造句 比如 I have chemistry on Mondays 我每周一有化学课 或者 we have a science experiment tomorrow 我们明天得做一个科学实验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接着聊subjects的这个话题 subjects当然就是科目 然后一旦我们聊到学校里面要上的这个科目呢 我们要聊到他们的课本 课本 英文我们就叫textbook textbook 那我们大家肯定认识book 这就是书 那text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写出来的字 你写一个字 它就属于text 所以这个课本呢 它字面的翻译就是 字本 或者字书 OK 那所有的textbooks 都会分主题的 也可以说是分话题的 主题和话题 我们就叫topic topic 那在语文学 我们会读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有时候我们会读小说 小说我们就会叫fiction fiction fiction字面的意思其实就是虚构的 它不是真实的东西 是创造出来的故事 语文学读的fiction一般都是名著 名著英文就叫classic classic 这也可以代表经典的意思 中国的四大名著我们就叫 for classics 我们读fiction或者classics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些主题 那这个主题英文就叫theme theme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在想 theme跟topic 有什么区别呢 topic是你们直接在聊的一个主题 或者一个话题 比如今天我们开个会 我说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 如何好好学习 这就属于一个topic 可是小说里面的这些主题呢 不是这么直接的 它们是通过讲一个故事 想要传达一个原则或者道德 或者一些想法 这些故事一般都是有英雄 或者有一个女性的英雄 男性的英雄我们叫hero hero 女性的英雄我们叫heroin heroin 那这两个词在故事中呢 也可以代表你的男主角或者女主角 它们一般在故事中都是特别勇敢的 对不对 那勇敢我们就叫courage courage 我们之前学过就是使人家勇敢起来 或者鼓励人家 这个就是encourage 那courage就是它的名词的形式 OK 那最后呢 我们在学校上的subjects也包括语言学 语言英文就叫language language 然后在学习过程中呢 我们经常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需要学如何翻译 对不对 翻译英文就叫translate translate 我们也需要学发音 发音就叫pronunciation pronunciation 我们也需要学单词啊 对不对 你现在不就在学单词吗 这些单词都是学来干嘛的呢 就是要学如何用词 用词英文就叫diction diction OK 那我们今天该学的单词都学完了 大家记得复习的时候 尽量用多个词造句 比如 I have read the four classics 我读过了四大名著 或者 The hero has a lot of courage 英雄有很多的勇气 OK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接着聊 Jobs的这个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